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十点半左右 我们来看看这个 中置股 TH Plantation 它今天是大涨啊 涨蛮高的 但接近差不多整 10% 但是这个东西要注意一下 它的图 跟其他一些 中置股的图一点不一样的 我在其他图 我都有讲过说 这些中置股呢 它一定要突破 52周新高呢 它才有机会继续往上去 因为突破了之后 它底部的这些 投码呢,全部变成 新的这个支撑盘 这样就有 就可以支撑它继续往上走 这个TH Plantation 虽然它今天是上涨 但是要注意一点事情 它还是没有突破52周新高 这是第一点 而且更惨的是什么呢 它这边之前它大跌的时候 是这一根那株 它才没有 站上去这根那株的最高架 看到吗 这条线就是我画的条线 就是它的主力线 还没有站上去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之前这般在卖出的人 他们丢的人 然后大家去借的人 这边有人去丢4 然后有人去借 借的人呢 他在亏钱 OK 这个是不是一个alert 这个alert 所以要小心一点 我个人认为呢 它最少要突破这一条 这条线就是大概是快 快一千嘛 快一千的时候 张往上去 它才有机会往上走 我们可以不用期望 它涨上52周行高 但是它最少要涨上这条 K线的最高架 它有机会往上走 现在是没有涨上去啊 所以你要追的话 如果你看好它会来的话 当然是可以啦 但是我只是跟你提醒一下说 这个是它的主力线 并不是52周行高 OK 它没有突破上去呢 基本上这些投码都是不稳定的 突破上去之后 筹码会比较稳定 因为大家都在赚钱 它就会更有支撑 没有突破上去的话 筹码是不稳定的 起码这班人呢 朋友呢 他肯定是要可能会等着解套 OK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所以不是每一支 中置股的图都是一样 你也要去分析一下 然后说哎 这个好像可以 这个有机会 所以 我们继续观察吧 看一下收盘之前 有没有机会突破这条线 都站上去 OK 这个是我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